你俩自己接受吧 不接受了 我回去了 不是就我这样长得下银子 给你吓住了 我看我长得下银子 大爷这一出整的可太没礼貌了 看给二妈下的 赶紧进屋照照镜子 事太也凉了 该照镜子的不照 不该照镜子的却主动去照 董大呀74岁 丧傲的月入四千 租房住 前面甩脸子走人先不论 出手这方面大爷倒是挺大方 菜是排骨 鸡骨 锅包肉 水果是草莓 樱桃 那个腿奔的是排骨和鸡骨肉 给你们吃的 真的呀 我看看 把我给你做锅包肉 都做好了 我特意寄了六圈买过的 你看我吃剩这个 这个肉冷腾了 这给你们买 这现在草莓和樱桃多贵呀 哎呀 把姑娘说这话 我都不是 就这语气 这架势我相信大爷没装低 讲价对大爷来说压根不存在 毕竟每天腰缠千斤 大爷说了 但凡花钱眨一下眼 那就是对自己腰包子的不信任 我从来不讲价 就夏天这个看啥东西好了 不讲价问多钱了 我要两斤 不打错 发现我兜的哪天都三两钱都穿了 这是平常兜的穿的钱 那大爷这么有钱 为啥还租房住 首先是原本的房子 因为做海参生意赔了 赔得好 这冲击量也就把房子赔了 要是隔线再搞海参 男族效应带动海参下降 估计能赔的裤衩都不剩 这个是你的房子吗 租的 那你自己房子呢 卖了 给辽多半岛 比加山 郡州 比加山 阳海参 我挣钱了 没想到台房一把给我干掉了 完了我们把那个基地 买那个一人又分了个 白带个 我就回来了 都寒酸了 旧房赔了 咋不买个新房呢 那是因为儿子闺女不让买 大爷一个人自得惯了 又不想去让儿女家住 所以就出来租房住了 儿女应该挺孝顺的 但可能也有点小心思 就怕大爷病天之后 买的房子会产生各方纠葛 想买了还不让 儿子有房子 归的有房子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就是白给我一千万 我都不知道咋话 俗话说有减入蛇意 有失入减难 大爷倒是挺狠 硬是把自己从千万父王 干到租房居住 竟然还能这么开朗 大气别的不谈 精神头这一块大爷 还是厚了住的 刚有万元户的时候 你就挣三十多万了 三十六 而且我跑得了十七了 化妆品最值钱 那加一把 这个交一百多个 养我海山去了 养我十一年嘛 受台风干税了 那十一年 你这十一年挣多钱呢 一千多 再看第一位相亲的杨大妈 六十六岁 扫的 不与闺女同住 住在闺女另一套房子里 三五老保一保 啥的都没有 大妈的丈夫做生意 赔了之后 又患上干癌 导致自家拉了二十万饥荒 大妈你不是在吹牛逼吧 带着撒孩子 只靠自己卖菜做护工 都能还上二十万饥荒 这钱这么容易挣的吗 你要是说你儿女分担了 我还能信你 我家那个老头 他挺能干的 挺要脸的 后来整些鸡公杀 就是火 翻不过身的 出楼跟着 后期就是干癌吧 我就带着三孩子 起菜 卖菜 你自己 他走时候 拉起个鸡公走的呢 那这就二十万万块钱 几乎呢 都是你给还的 那不还的 生干癌 还干嘛 至于大妈的日常生活消费 都是闺女掏钱 一个月一千块钱 吃喝用度基本够用 但是这相亲要求 咋看着这么隔音呢 俩句话加一起的意思 好像是能为我付出物质的就行 没有老宝 那你现在靠啥 靠啥姑娘 姑娘给钱 一个月反正 照一千块钱吧 能为我付出的呗 反我物质上的东西我没有 在一个身体好的 必须得没有三高的 俩人见面第一眼 缘不咋的 大爷嫌弃大妈太胖了 不够秀气 确实不秀气 一身飙 也不知道咋还上二十万的 眼妖儿可以 你看这两三没有 很有 真挺胖 你想找我瘦了有点量 秀气一点吧 可爱的红娘看着大的大妈 做的菜哈喇子都留一点 这亲相不相得成仙不说 反正这趟肯定是没白跑 俩人边吃边聊 大爷你这过山车玩得有点嗨 一会不行的 你是在逗这个可爱的小红娘吗 首先是演员上不行 接着就是因为大妈给自己加菜 又觉得大妈这人能煮了 我给你加一个 谢谢 加个鸡翅 好谢谢 蛮好了 好 菜还不错 人到了远拿来的 我的感谢也 然后聊着聊着吧 又了解到大妈是个三五 要啥啥没有 吃啥啥不剩 就又觉得大妈这人没法处 借用前几期喝路边酒大爷的一句话 养个媳妇是张三歹脸 夫妇有余 但是一旦生病有灾 大爷就合着脑袋 一溜金光 那都老宝了吗 有啊 这不也得到老宝还行 靠老宝这哪钱就十万钱 没单分 没老宝 什么都没有 你个人生活费在那儿找生活 没有 成不了 咋的呢 不行 不搭标 哪儿不搭标 有宝不行 没有老宝这块 你觉得 一宝卡也没有 这个有病有咋咋整 再就是大爷的灵魂三问 这首饰像急了喝酒划拳的洗手姿势 大爷是越问越起劲 大妈也答应的越来越痛快 直到最后一个问题 大妈放住了 我就是 就是你能养我 你工资咋咋咋单拍咋话 完了 你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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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一句 你假如我到老的天动得不了 你能照顾我吗 哎呦我的妈呀 那啥客人 我不照顾你我找老头咋呀 你能动开了啊 实在 我我跟你跟前 我糊了点钱花 我那里有房子 那谁的房子 你搁这也行 闺女房子我住随便 我把这房拖出去 退出去 我把你这儿 一些费用都我的 你同意吗 也行了 也行了 真的 真的 咱们一些费用都是我的 一年给你一万五千买穿袋 我啥也不管 你还想咋的 给我一万块钱买穿袋去 一万块钱买穿袋去 一万块钱买穿袋去 一年 最起码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先不喷 来分析一波 女儿每月给大妈一千 一年就是一万二 但这一万二包括生活中各项费用 吃喝穿袋 水电费等等 但是大妈找老伴的话 女儿就不给了 大爷给一万只是穿袋 其余费用全由大爷承担 至于有人说 这一万是大爷上门的房租 这点就别扯了 大妈上门也没见大爷们要房租的 看那么多期 其余大爷的相信思路就是 男女都出钱 男单大头 女单小头 一听三无 扭头就走 也就这个大爷 还愿意给你一年一半 碰上就偷着乐吧 还嫌弃人家给的少 只能说大妈有点贪了 想用金把自己卖了 不过大爷说到做到 说了买东西从不讲价 一万不行了就不用谈了 讨价还价得来的缘分 没有也罢 而且大爷还说了 一万块钱只是基础 触好了银行卡都是老半的 只是大妈的态度 让大爷很隔音 干啥给他两万呢 我花钱买银呢 我那是给一旺钱给他穿 一天 够了吧 生活费用都是我的 到哪儿都说得出 至于大妈想的生病有灾 再加上看这么多期 大妈妈对病灾的态度出息的一致 自个不管大病小病全有老半症 而大爷们有病了 就让他们找自己儿女 简直坏透了 那你抠搜地 一万块钱我买个医生 分毛没有 完了家费用是你掏钱了 那身上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你想 就是给自己留点啊 再就是第二位大妈 张大妈 七十岁 扫的月入两千五公租房 简单介绍一下大妈的爱好 看上应该是属骆驼的 第一位生全是大妈原话 锅都能放到被子上吃饭 第二爱吃绿植 仙人掌 既能做菜又能吃扁桃体炎 第三爱旅游 国内只有西藏新疆墨河没去了 看我这两个大勺 你看我这 我都能放到被上吃饭 这个就是龙爪和仙人掌啥 我就养这个 这我能吃 我天天吃这玩意 吃啥呀 就吃这个呀 仙人掌这都吃 现在就西藏新疆没去了 是吗 嗯 再有墨河 这三个都点没去 就是相亲要求 还有这开朗幽默的性格 我只能说大妈绝对是一个 老年组的上品老伴 因为相互这个词 别的大妈就算再能装 都说不出这两个字 咱们不是要求别人照 咱们互相照 就是是不是 互相体贴 互相关心一下 是不是 第一波相亲觉得大爷这人还行 咋着第二次跟闹着玩的一样 跑到了合着跑不了妙 这句话精髓了 上次相亲也就是因为 杨大妈是到大爷家里相亲 不然上次大爷也得像这回一样直接跑了 最逗比的是大爷还嫌弃人家没素质 不介绍了 我回去了 咋的了 我不得劲了 我抓着 不是不是 我打车回去了 啥意思啊 我打车回去了 好 再见 慢走啊 慢走 把这个拿着快点给他拿回去 这一遍 无所谓 不行 拿着吧 拿着吧 快点去 这么的 我先往拿回去 这不锁上了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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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紧 等会 有没有不行 素质也不行 看着没啥素质 这给大妈扎心的 看着轻描淡写 估计心里也难受的一批 不论老幼 没有一个女人 被嫌弃之后 那心还毫无波澜 气势汹汹的也放了一波狠话 有一说一 表妹的颜值搁老年组不低 不过大妈的大众脸 也真不至于让人扭头就走 不是 就我这样长得下银子 得给你吓住了 我看我长得下银子 这个给大姐说 就上火了 对 一般人我在她身上火 就你阿姨过这些人 我不是说都上档次都得差不多 我跟你说 就她干脆她进不了我这个眼影 你说的是气话还是什么 不是气话 你问她 一般人能进我眼影吗 你看我长得不咋低 心高 还脑袋砍了你都不干 咋低 要不要看她家父张二和 谁吗 家父张二和 撞了人就认错 家父张二和 认错 家父张二和 认错 家父张二和 姐姐我错了 错的 你就我脑砍掉了 我也不会干的 这长得不比上次那个好吗 混迹商场几十年 都活到哈士奇身上了 人情世故 还要一个可爱的小红娘教你吗 但是那你师父刚才有点不尊重 你说咋话我 咱们未相成是未相成 未相终是未相终 但是 我伤他了 别算伤他了 我这么周 对呀 别算伤他了 大哥这一首跟我一个哥挺像 我哥是不想喝酒 出门带着头包 大爷是不想搭理人 就带着素孝就心碗 大爷一直到自己没礼节之后 赶紧回来道歉 好好那你吃点药吧 我以为大哥我这没 虽然说你看不上我吧 也不至于给我 我以为你咋的 不是得 你看我 那就理解年龄大 但要吧 我有一心口就死了 那对呗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 我姓董 74年龄 说牛的 我坐一会儿行不行歇一会儿 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吧 大家都心知肚明 眼看着大爷装的有模有样 顾及双方的眼面 大妈也只好随便随着大爷眼 看表妹和大妈这反应还挺好笑的 我得走 你不行了心脏 难受啊 那走吧快点 别别别 心脏不行 别整出事 你说他是这么那样 不是 确实得有点很难伤 你看 他是 不是不得劲 这是一个套路 套路啊 那你玩的神咱也不懂 他随去喘 如果不行 把药拿出来 看不出行 有纸 你下台结束走了 这是男人的套路 哎呦天哪 这么神 这套路 看你行啊 保证是怎么回事啊 大爷这眼的 给红娘都吓得一愣一愣的 真要处事 这也担不起 本期结束 感谢点赞 感谢关注